今天又是一期油管功能更新的视频 油管最近动作连连 大动作小动作 那么不断的在更新一些功能 今天带给你的这个功能更新 是跟一个频道的视频页面相关的 那么它推出了一个叫做 猜你喜欢这样一个功能 啥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现在这是老胡的 油管研究院的频道 我现在自己看自己 你看右上角 是我以自己的这个账号登录 我自己 那么视频页面 这个新的功能 就是出现了一个叫做为您推荐 什么叫为您推荐 就是只为这个登录者推荐的 我换另外一个账号 它就是另外一个您了 它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推荐 所以每一个人到这个频道里面 来看这个视频页 会缺省状态下 注意哦 缺省状态下 它是按这个来排序 不是按最新排序了 这一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更新 那么你看哦 我来看我自己的这个频道 我看到的这个为您推荐的排序是什么 是22小时 然后四个月以前 然后呢 三天以前 然后紧接着是三天以前 八个月以前 两周以前 你看哦 它的顺序不是最新 也不是热门 而是为您 这个您当然是 它了解您的所有的数据 你看了什么广告 你什么时候登录 用什么终端在看 哪些东西你看了 前面十秒你就跑了 哪些东西你又看的 从头看到尾还反复 看两遍 还这个收藏 还转发了 还评论了 你所有的数据 我相信这个数据 不仅仅是YouTube的数据 油管的数据 还有你在谷歌上面 整个这个生态 网上的这些数据 它都有 你十年八年以前的数据 它都有 所以它能够猜测出来 大概你的这些背景 喜好 然后最近密集的一些行为的变化 它都知道 它根据这个东西来优化 做推荐 其实 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 你在谷歌里头搜索 或者YouTube里头去搜索的时候 它已经是有相当的个性化了 不是所有的人搜索 同一个关键字得到的结果都一样 你用手机去搜 和用电脑去搜 和你登出状态下 匿名状态去搜 通通都是不同的结果 你的头条 已经是跟别人的头条 不一样了 甚至你手机上面的头条 和平板上面的头条都不一样 已经高度的个性化了 你看见的世界 已经很早很早以前 就是管中溃爆 你以为这个世界上 只有小姐的大长腿 其实不是 另外一些人的手页里头 没有小姐的大长腿 全都是别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以为 我们看见了世界的真相 不是的 这一点题外话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是为您推荐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有个什么问题 因为每一个您 他的信息有管掌握 不见得真实 不见得全面 所以他只能讲用最大努力来猜 我应该怎么样按一个排序 呈现这个人的内容给你 好 假设一个平时有看老胡视频 但是不怎么看的 他突然跑到这个频道里头 有没有看 老胡最近又在做什么节目 节目调性方向形式有没有改变 他讲22小时出了一期节目 在那胡说八道 前面蹭了一期老高的流量 四个多月 四个多月停更 然后他突然又来更新了 他得到的印象是这样子的 如果他没有注意这样一个功能 叫做为您推荐 所以观众如果不对这个功能有所了解的 他完全就混乱了 并不是很多的人会非常注意这个排序 他都会讲你最近在干什么 然后他看这个的时候 他不见得会特别注意下面的时间 他就讲最近一期这个 然后前面一期是这个 然后前面一期是这个 他是这种印象 那么我们做油管博主的人 当然我们比普通观众更有一点点认知的不同 或者行为模式上不太一样 好像我上次讲的 我们特别喜欢看到一个就是历史最早的视频 想看他这个频道现在一百多万粉丝 他第一个视频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 我们都很喜欢这样的看 所以我今天这期节目 不仅是介绍这样一个功能给你 而且提醒你在缺省状态下 他已经是给你个性定制化了 所以一定要预防自己 不认真看一个频道 突然进行讲 他讲过怪老胡四个月停更了 他怎么回事 天天在那边牛叉讲日更日更 他自己都四个月都没更新了 所以你会得到一个错误的信息 好 那么他这个推荐是个性化的 猜你喜欢 如果他没有你的信息 比如说你不登录 是什么状态呢 我现在给你看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不登录的状态下 所以看右上角 没有登录 那么我甚至是用的这个安全模式 理论上他是不知道我的这个任何的信息 但其实他还是知道一点点信息 那么你看这种情况下 他就按顺序来的了 二十二小时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这个因为在这个地方 你看他没有为您推荐 因为他不知道您是一个小哥哥 还是一个小姐姐了 他没有你的信息 所以他没办法为您推荐 你一旦登录 你就是没有看过老胡的这个频道 因为他已经对你足够多的了解 他也不应该按照顺序来给你呈现 对吧 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看鸡汤 他就从老胡这个两千多期的鸡汤里头 挑几个大家都比较喜欢的鸡汤节目 给你看 他才不管这个视频是昨天的 还是三个月以前 还是三年以前的 所以这就是为您推荐的 它的含义所在 好 注意看哦 现在这个电脑上面的视频 以我的账号看见的顺序是 昨天的四个月的三天以前的 我现在给你看看手机上面 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大家看见的是我通过手机的APP 来看我自己的这个频道 大家注意看到第一个视频不是昨天的 第一个视频居然是两个月以前的 然后三个月以前的 然后一个月以前的 一个月以前的 然后两天以前的 看到了同一个账号 看的是同一个频道的视频页面 居然还不一样 一个在电脑端 一个在手机端 为什么 理论上来讲的话 我所有的信息 它对我的了解 在手机端和电脑端 是完全一致的 因为我是账号 跨平台的 这样一个信息 我甚至 我电脑端登录的这个密码 都同步到了我的手机上面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它是知道我所有的信息 唯一我猜想 不一样的就是什么东西呢 有些视频 特别在手机上面的观看感觉 会比在电脑上面的观看感觉 会更好一些 所以它会为了这个终端 进行某些优化 对吧 如果你用游戏机大电视 搜索 或者看过节目的视频的话 你会看到右边的推荐 和你在电脑和小屏幕上 看到的这个推荐的 那个对立是不一样的 电脑越小的屏幕 推荐的视频 它会偏向于短小化 越大的屏幕 它会推荐相对时长 比较长的这个视频 所以你看到了 同一个人使用不同的终端 面对信息呈现的这样的范围 顺序都不一样 所以一个人在不同的场景下 看见的信息 虽然是基于你进行的个性推荐 但是它还会根据这个特定的 这个场景进行优化 那你可以想象到 不同的人看到的 那会有多大的不同 所以有些人的世界 从她的那个终端里头看见的 全是美少女 另外一些手机上面 或者大电视上面 全都是跳广场舞的大妈 而我们居然活在 同一个小区里头的 同一栋楼里头的对面 我们看到的世界 是如此的不同 你说有意思吗 你的世界全是小姐姐还是大妈